好那在这里只是这张图其实前面有出现过 那在这里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目前的疫苗就是这个S 我们目前的疫苗全部都是focus在这个 就是这个病毒外面的这个S-Potent 就是所谓的SPIC 就是我们一开始有跟大家讲 我要冠状病毒 它之所以叫冠状病毒 就是因为它上面长多那个广断的那个 那个尖尖的那个话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所有的疫苗 focus的一个点 都是做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点它的基因是来自 就是这个病毒的这个S的这个 这个RNA的这个S的这个片段 然后它将来就会把它 转悟出来的这一段 就是变成这个蛋白质 那目前我们的疫苗的研发 大部分都是作用这样子 那这个只是让大家知道 像我们目前疫苗 它的作用其实因为这个是病毒 它进去我们身体的一个路径 今天这个病毒它在就是它进来 它会先把它的RNA释放出来 然后利用我们身体就是它用酵素 然后利用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 去就是细胞里面的这些基点 去帮它合成它的蛋白质 然后合成之后 它就借着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再把它带走 然后就离开了 但是我们身体也不是吃素的 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T cell T cell就出来攻击它 那当然攻击的太强烈 就可能造成后续的一些 很严重的一些免疫反应 然后再 app订下 全身体重回应 有 有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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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ślę